但是高端现在没有被国际承认 你们这两天都在很多回应 有四个国家 两个国家 那个不是重点 到现在没有被多数国家 没有被WHO承认 是不是事实 当时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在立院上咄咄逼人 狂骂高端打了不能出国 还质疑高端股票炒作 万万没想到 监察院最新在三月公布的 联证专刊上 民进党没有人买高端疫苗股票 却在吴思怀和吴一丁的 财产申报看到 国民党立委吴思怀 去年十一月一号申报财产 就在妻子名下 有一张高端股票 面对记者询问 吴思怀把责任撇清 推到太太身上 当时为什么想要买入高端 是什么原因吗 留下了一起抗议的照片 使得现在尴尬不已 我只是会觉得就是说 明明有一些部分 就可以理性讨论的 那一定要做这样子的一种 比较激烈的或者偏激的对抗 然后最后自己原来 拥有高端的股票 我想尴尬的一定不会 只有吴思怀自己 整个国民党团 应该都是尴尬的共同体 尴尬的不止吴思怀 还有国民党立委吴一丁 他在2020年6月30号 有三笔交易 以美股123元 买进五张高端疫苗股票 隔不到一个月 就以美股118.5元全数卖出 吴一丁赔了2.25万 吴思怀说一套做一套 在高端争议时 痛批股票炒作 如今被自己财产申报 狠狠打脸 再一套留意着张启云台北 采访不到